水果有相当多的营养素 很多人都会拿水果当作早餐吃 其实这么吃没有问题 但有些水果是不适合空腹吃的 因为会容易造成胃部不舒服 严重可能会导致胃食道逆流 千万要注意 营养师蔡维安在脸书指出 下列这些水果不适合在空腹的时候吃 凤梨酵素能分解蛋白质 但空腹吃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 可能引发胃不适或胃灼热感 空腹吃荔枝血糖容易快速上升 刺激胃岛素分泌过多 产生低血糖症状 尤其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 柿子含糖高也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 所以不建议空腹食用 尤其未成熟的柿子有较多丹宁酸 容易与胃液融合造成胃胀、胃痛 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 比较适合饭后吃 可以帮助消化 甘蔗汁糖分高 空腹食用也会让血糖飙升 也会促进胃酸分泌 很多人早上会喝一杯柠檬水 补充维生素C 养颜美容 不过比例不对或空腹饮用 容易刺激胃酸造成胃部不适 甚至有可能会有胃食道逆流的风险 卫富部国民健康署指出 水果富含各种营养素、膳食纤维 能促进肠胃道蠕动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力 达到预防疾病效果 水果虽然好处很多 但还是要适量 每天建议吃2-4分水果 一个小驰 一边有丝相传听 卖十四分后